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简报节目 今日的新闻内容可谓精彩分成 我们首先来看看沙特阿拉伯 他们不再依赖规划运动员 而是将重点放在培养本土人才 希望在未来的体育赛事中大放异彩 这一转变得到了公共投资基金的大力支持 但要想真正成为体育强国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卡莱尔集团 他们刚刚推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日本基金 规模高达28亿美元 这个基金将重点投资于技术 媒体和电信 消费品 零售和医疗保健等领域 预计将在今年夏天开始运作 这一举措标志着卡莱尔集团 在日本市场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最后我们来聊聊新加坡的机器人初创公司 这些公司正在积极扩展到其他亚洲市场 甚至更远的地方 他们的创新技术和未来计划令人期待 这也为新加坡在全球技术市场上 赢得了更多的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日本时报报道 沙特阿拉伯将专注于培养本土人才 以提升其精英运动员的基础 而不是像邻国一样自然化外国人 沙特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媒体主管表示 该国公共投资基金的资金支持 已经使沙特在短短几年内 成为体育界的重要参与者 然而 发展人才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的项目 并非仅靠财力 就能迅速实现 如果沙特希望主办夏季奥运会 将需要比东京奥运会派出的33名运动员 更多的精英 日经亚洲报道 美国私募股权公司凯雷集团 将启动一个新的4300亿日元 28亿美元 日本基金目标是从大型企业剥离到业务继承交易 这个基金比2020年推出的基金大约大了70% 是日本专注私募股权领域最大的资金池之一 凯雷的第五个日本基金将专注于三个主要领域 技术 媒体和电信 消费品 零售和医疗保健 以及制造业和相关业务 约70%的资金来自国际投资者 其余30%来自日本 这一举措正值东京证券交易所呼吁上市公司更有效地利用资本 并在压力下探索出售非核心业务 日经亚洲报道 新加坡的工业机器人初创公司正计划扩展到其他亚洲市场及更远的地区 这些公司希望利用技术优势和市场需求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多的机会 新加坡记者贺刚毅在最新的播客中讨论了这个话题 并强调了这些初创公司在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展方面的努力 随着科技行业的不断发展 新加坡的机器人公司正积极寻求全球市场的突破 BBC报道 英国格兰瑟姆的四家商店因藏匿非法香烟和电子烟被关闭 警方和林肯军贸易标准局在这些商店 发现了隐藏在假面板和货架后的假冒香烟和电子烟 其中一些一次性电子烟竟然可以提供9000到15000口 而正常的一次性电子烟应该只有600口 警方表示这些非法商品不仅涉及假冒伪劣 还可能牵涉到人口贩卖、洗钱和税务犯罪等问题 甚至对健康和安全有重大影响 这些商店将在未来三个月内保持关闭 任何人进入这些店铺将面临起诉 林肯军贸易标准局的安迪·赖特表示 非法香烟的销售与其他犯罪和反社会行为有明确联系 他们正在努力打击该地区的非法烟草市场 南华早报报道 尼日尔与贝宁之间的石油贸易争端 在中国的调节下暂时得到缓解 一艘在有100万桶原油的船 从贝宁的三美港驶往中国 这一举动是在中国国家石油公司CNPC 代表团与贝宁总统塔龙会谈后达成的 CNPC在尼日尔石油行业投资46亿美元 并拥有该国阿加德姆油田的三分之二股份 贝宁能源部长表示 他们无意损害尼日尔或CNPC的利益 尼日尔与贝宁的争端 还涉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对尼日尔的制裁 分析人士指出 这一协议展示了中国 在调解非洲争端中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 尤其是在保护 其在动荡环境中的投资方面的技巧 外交事务杂志分析 美国对中国可能通过两栖入侵 统一台湾的担忧是错误的焦点 中国更可能采取的是 逐步加强对台湾空域 海域和信息领域的渗透 这种灰色地带行动不会直接导致台湾的正式统一 但可以阻止台湾实现正式独立 并保持未来使用武力的选项 台湾应集中精力建立缓冲区 加强通信基础设施 并加速外商直接投资 以增强经济韧性 美国也应调整其战略 支持台湾的监视能力 扩大海岸警卫队 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作用 并与商业实体协调 以应对北京的限制 如果不改变当前的单一视角 台湾的自治和美国的信誉可能会大大削弱 Nike Asia报道 菲律宾比索对美元汇率 跌至自2022年11月以来的最低点 菲律宾中央银行行长Ely Rimelona表示 央行的货币政策立场 已不再如从前那样强硬 这导致比索在周二跌至58.13 对亿美元的水平 尽管比索走落 但只要通胀得到控制 这对菲律宾并不一定是个问题 因为许多菲律宾人在海外工作 并汇款回国 央行将2024年的通胀预期 从4.0%下调至3.8% 而对2025年的预期 则从3.5%上调至3.7% 均在2.0%至4.0%的目标范围内 与此同时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官员们 对通胀数据表示失望 使得市场对美联储迅速降息的预期有所减弱 推动了美元走强和彼所走弱 悉尼晨报报道 绰号Roran Kitty的基斯 吉尔因在社交媒体Reddit上 号召交易者 关注GameStop公司而闻名 他成为新一代投资者的代表 这一代年轻投资者的投资方式 与前辈们截然不同 他们更倾向于 在小规模和更广泛的产品中进行活跃交易 疫情期间 居家办公的无聊零售投资者 引发了摩英股票和加密货币的热潮 而这种波动性反而激励了 Z世代和千禧一代承担更大的风险 研究显示 年轻投资者更愿意使用期货和分数股份进行投资 并且比老一辈更为活跃 尽管这种投资方式有其风险 但他也培养了新一代的金融习惯 传统资产管理者 或许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Nike Asia报道 由于美国总统拜登 对中国商品的新关税 马来西亚的橡胶手套制造商 在股市上意外受益 上周 马来西亚大型橡胶手套制造商 Top Glove的股票 在单日内暴涨30% 达到近两年来的最高点 其他本地 同行如 Hartalaga Holdings 和Costand Rubber Industries 以及泰国竞争对手 Three Tran Glove的股票 也随之上涨 拜登政府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上调 包括电动汽车和半导体 引发了全球关注 而对于马来西亚股市投资者来说 重点则是对医用和手术 用橡胶手套的关税 将从2026年起 从7.5%提高到25% 马来西亚是天然橡胶的主要生产国 拥有大量低成本的外来劳工 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医用手套制造商之一 尽管疫情后需求下降 马来西亚手套制造商 仍面临来自中国竞争对手的激烈价格竞争 但新的关税 将有助于缩小中 马手套产品的价格差距 使马来西亚手套 在美国市场更具吸引力 南华早报报道 由于理想汽车的业绩 未达市场预期 香港股市在创下10个月新高后 大幅回落 恒生指数下跌1.9% 至19255.19点 为4月16日以来的最大跌幅 理想汽车第一季度 净利润下降37%至5.911亿人民币 导致其股价暴跌17.4% 创下两年多来的最大跌幅 其他电动汽车制造商 如比亚迪和吉利 也分别下跌2.9%和3% 投资银行 Jeffreys下调了理想汽车 2024-25年的净利润和销售预测 并将其目标股价从141.43港元 下调至118.53港元 腾讯和京东的股价 也分别下跌2.7%和2.2% 在此之前 香港基准指数连续四周上涨 达到10个月高点 受益于更具韧性的宏观环境 住房和资本市场的强劲政策支持 以及被压抑的估值 但理想汽车的业绩不佳 引发了对中国第二大经济体 企业财务表现的担忧 导致市场情绪降温 Nickey Asia报道 全球最大的珠宝商之一 潘多拉在越南动工建设一座工厂 这座价值1.5亿美元的制造设施 将占地相当于10个足球场 并雇佣7000名员工 潘多拉首席执行官 Alexander Lasik表示 工厂将于2026年初开业 目标是在6年内 让一半的管理人员为女性 该工厂将使用100%回收银和金 并运行可再生能源 目标是到2030年 将全球碳排放量减半 尽管潘多拉的目标是到2040年 实现全球净零排放 但LASIK承认越南的电力中断 仍是一个问题 潘多拉选择越南 是因为其战略性的航运位置 对企业友好的官员 绿色目标和低成本 越南是亚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也是全球服装 家具和电子产品的重要来源 潘多拉去年售出了1.07亿件珠宝 全部在其位于泰国的两座工厂 首工完成 南华早报报道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 Jamie Dimon 在公司投资者日上透露 摩根大通的接班计划 已经走上正轨 并表示 他不再打算在5年内退休 Diamon自2006年以来 一直担任该职位 他强调 接班人的选择权 在董事会手中 而非他本人 今年早些时候 Diamon将一些高级副手 调动到新的高层职位 为他们提供更多运营公司的经验 这些变动包括 Gen Pipe Sec和Troll Roarball 负责扩大的商业和投资银行部门 而Mary Ann Lake则 独自掌管消费者 和社区银行部门 Diamon还表示 摩根大通将在股价下降时 更积极地回购股票 而不是在目前的高价位 摩根大通预计 今年的净利息收入 将达到910亿美元 高于之前预测的900亿美元 这主要是由于 美联储的利率削减低于预期 以及较少的客户将资金转移到高收益账户 日经亚洲报道 三星电子在人工智能芯片竞争加剧的情况下 任命June Young-Hayon 为半导体部门的新负责人 June Young-Hayon 曾在2014年至2017年 担任三星技艺芯片业务团队的负责人 后来成为三星SDI的首席执行官 三星表示 June Young-Hayon 是将公司技艺半导体和电池业务 推向全球顶级水平的关键人物 此次任命是为了应对三星在AI技艺芯片市场上 追赶本地竞争对手SK海力士的压力 后者在高带宽技艺体HBM芯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June Young-Hayon的任命 还需要董事会和股东的批准 并且他可能会被任命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之一 负责半导体业务 雅虎美国报道 著名投资者Kathy Ward最近警告投资者 不要被回归的迷因股票所诱惑 称这些投机性股票如GameStop和AMC最终会让许多人受伤 然而Word并没有放弃他对创新者的偏爱 继续投资于高增长和颠覆性公司 他的Ark Invest最近增加了两家生物技术公司的持股 第一家公司是Prime Medicine 这是一家专注于基因编辑的生物技术公司 其Prime Editing平台 允许对人类基因组进行精确且灵活的编辑 该公司的Prime Editor产品PM359已获得FDA的IND批准 计划于2025年进行初步数据读数 第二家公司是Upside 该公司利用生成性AI进行药物开发 并在市场上引起了关注 Upside的主要产品ABS101正在进行 IND启用研究 预计明年初开始第一阶段临床研究 这些投资显示出Word对创新和高风险高回报的持续兴趣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